平衡鸟 你看这只平衡鸟 为什么只有嘴巴放在上面 它却不会倒下来呢 好 我们换个东西试一下 拿一只马克笔 仔细看 把平衡鸟放在笔头上 它一样可以旋转起来 不会掉 甚至我可以什么东西都不用 直接把它放在手指头上 它一样是可以平衡 并不会掉下去 那么事实证明 跟这个金字塔没有任何的关系 即使我把平衡鸟放在铅笔头上 它也可以旋转起来 并不会掉 那么我首先把它拆解一下 看看里面的是什么结构 拆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小铁块 两个配重块 这两个铁块分配在它的翅膀的两边 很明显这样是放不稳的 因为没了扇盖 它的重心已经产生了偏移 我们需要把它的尾巴压下去 才能保持平衡 所以说把它的扇盖盖上去 好 理解原理之后呢 我们尝试用橡皮 制作一个同款的平衡鸟 先把橡皮切出几个方块备用 切出四个小方块就够了 先拿三个方块 拿几根牙签 按照我的方法 把牙签插在橡皮插上面去 插好之后呢 再跟原装的对比一下 再给它装上一根尾巴 那就是一模一样了 把牙签穿透中间这块橡皮插 这样平衡鸟就会有嘴巴了 测试一下 非常的成功 相似度接近99% 把它放到金字塔上面去测试一下 也是非常的成功 那么剩下的1% 应该就是它的嘴巴了 我们把它的嘴巴给做出来 测试一下 非常的失败 这个时候有点奇怪啊 没关系 它的尾巴太新了 给它再加个配重 试一下 OK 再次 再次失败 尾巴这块太重了 我们把它弄小一点 稍微弄小一点点就可以大功告成 还是太大了 再去掉点 这么小总该可以了吧 我去 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再换一个试一下 把它刷上去 第三次试验隆重 失败 再看一下第四次 又太重了 我们再尝试一下调整一下它的重心 把它往中间拉一点点 2000 years later 经过1001次的测试 我终于发现了原因 要把两个翅膀稍微向下差一点点 斜向嘴巴的位置 我相信这一次肯定能成功 仔细看 把它放在手指 诶 可以了 放在手指上并不会掉 跟这个平衡鸟一样 最后把它两个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相似度简直是100% 没错吧 我们把这个老银拿掉 把这个新的老银放在金字塔上面去 它一样会平衡旋转 非常的成功 你学会了吗